有句话说,五百年风景看北京,五千年风景看山西,素有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,之称,的山西省,拥有数量众多的文物古迹,位于凡世县密摩岩景区的秘密寺,距五台山景区约六十公里,寺庙出名秘密摩寺,因为这极其隐蔽,游客极少,故名秘密寺。 秘密寺创建于北齐,早在唐宋时期就已闻名全国,在佛教界享有圣域,四昧唐代和五代时期的砖塔和石雕佛像等文物古迹至今保存完好,尤其密摩岩的龙洞更是佛教信徒,到五台山的必败之的,自古就有朝五台山,不朝龙洞,等于只朝了半座山的说法。 秘密摩岩景区所在的天井峡谷壁立千任,苍松低粹,被誉为山西省十大峡谷之一,由于寺庙位于三面悬崖的底部,形成了天然的回音壁效果,即便低声说话,峡谷间的回音也依然清晰无比,不但堪称五台山之罪,在世界上也极为罕见,寺内的大雄殿,文书殿等,二十余座建筑,均为清代重建。 因五台山是文书菩萨的道场,许多寺庙都会设立文书殿,相传文书菩萨将五百条神龙妖尽在此前修。 而另一种说法,是龙王爷的第五个儿子五台山五爷,跟文书所讨清凉时,被菩萨关在密摩岩的山洞里,秘密四次创建以来,竟历代重修扩建,共有茅棚三十二处,规模极为宏大。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,原有建筑灾上世纪遭到严重破坏,仅存前院、中院、后院、西安、中安等部分遗迹, 据寺庙约一里的中安遗址仅实壁,上的十七尊雕像保存完好,据密密寺北约两公里处的密摩岩龙洞,不仅有优美动人的神话传说,也是一处风景奇诀,灯灵远跳的绝好去处,自古被誉为五台八景之一。 相传这里就是文殊菩萨用两座山,幽近五百条神龙的地方,因此也是佛教徒朝五台山的必道之处。 说是龙洞,其实并不是洞,只是两座斗织崖壁壁之间一条高十余米,宽仅十厘米左右,两边崖壁斗织比例的岩缝。 据调查,许多人声称在岩缝内看到了山川、河流、树木、灯光、房屋等幻象,而龙洞也会随幻境变得深远、明亮。 这一千古之谜,仍需等待科学解开。 寺庙内梁甲和隔板上描绘,罗文书菩萨,幽近神龙的彩色壁画,为研究五台山佛教文化提供了佐证。 千百年来,秘密寺以秀美雄奇的自然景观,和奇异的龙洞幻境声明远播,虽然地处偏远,仍有世界各地的信众慕名前来,香火也一直长盛不衰。